好 我們現在這樣問這個付利問題 我們現在看你們的講義 這個購物貸款500萬 月付3萬30年償還 它的利率大概多少 我大概估一個利率給同學看 3萬一年36萬 對不對 是不是一年36萬 一個月3萬一年36萬 30年是多少 1080 你借500萬 你得花你的薪水所得的1080去還 聽懂嗎 懂不懂 你的利息比本金還多 有 你覺得你負擔多少利率 我們修個書 大概修個概念好了 你來說 大概 大概你覺得利率是多少 有沒有20% 4%多 4%多 4% 4% 那有沒有其他答案的 多少 7.2 7.2 你有在算喔 好厲害喔 好 這個答案是 各位都騙不了你喔 因為我們每次出這個題目問別人的話 那得了我利息繳得比本金還多 所以他算算有20 他認為20幾% 那事實上才6% 好 你們都剛好兩個取平均剛剛好 所以我們班還蠻厲害的 Average 高高低低 大概6% 那第二個是這個年利率10% 你有1元 那存1塊 1.1 那存1年啦 1.1 存10年2.59 沒什麼 對不對 那如果存100年呢 我們看一下數字 存100年 我這樣按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數 存100年你這獎金都有嘛對不對 13780對不對 可是存200年呢 哇 那就1億多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負利的成長 他的那個速度是怎麼樣 越來越快的 那這個例子 事實上我們上個禮拜都有講過 尤其下一頁的例子 我們來看第三個例子 年利率10% 你中了頭彩 但是給獎的方式是這樣子 每年年底給你100萬 直到永遠 如果 如果有人想出2500萬 跟你買斷這個權利 請問 請問你願不願意賣 好我們先看一下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說 擺開所有的計算 你就拼著sense就好 感覺 那我就感覺是 感覺是比計算還快 好 那你覺得 你願不願意賣 那我們一個一個問好了 好吧 好那第一個 邱曉彥 邱曉彥 你覺得你要不要賣 不願意 2500萬 怎麼可能 把我的未來 我們這個家族的全部 全部賣光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永遠的意思說 我到老了 我可以傳給小孩子 孩子老了 可以給孫子 這是永遠的 這樣知道意思嗎 一買斷 我的家族就沒有了 換別的家族 2500萬 你願不願意賣 好 我們再問第二位同學 戴梅林 你願不願賣 不願意 好我們再問一下好了 願意賣的請舉手 一個 不願意賣的請舉手 那麼多 好 我們來看看他分析的結果 如果你有2500萬 對不對 你存在銀行定存 如果你不拿本金 一年可以領多少利息 250萬對不對 我只領利息 明年呢 還是250萬對不對 只要我本金不動 這銀行不倒 我是不是永遠都領250萬 你到永久 所以你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我可以創造一樣的現金流量啊 聽懂什麼 所以他的價值是多少錢呢 一千萬 一千萬可以創造我的現金流量 當然說老師應該會倒啊 給頭獎 那頭獎給的人也會倒啊 對不對 所以要其他條件不變嘛 對不對 給那個稅啊什麼都不要考慮 就只考慮現金流量問題 2500萬 是不是很划算 有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應該賣 你聽懂什麼 有沒有覺得有問題的 沒有 好 我這邊問個小問題好了 如果我領了40年 我領了40年 假設是我中的 我當初我不賣 我中我領了40年 對不對 或是你領了40年 然後呢 這個你不願意賣嘛 40年之後呢 你想打算 你也沒有給 也不打算給小孩子 你打算把它賣掉 你認為40年後你可以賣多少錢 拍一下 至中 至中 你覺得40年後 你再把這權利賣掉的話 你可以賣多少錢 你認為會比原來2500萬多還是少 我大概 應該少吧 你也領了40年了 對不對 你說2500萬定存 不是不是 那個頭獎 免年給你100萬 那100萬你領了40年 然後40年之後 你不想再領這個頭獎了 你想把這賣掉 你覺得40年後 賣的時候 其他條件不變喔 知道齁 其他條件都不要變 然後你覺得你可以 你覺得 你可以賣多少錢 會更多 我們原來答案是1000萬對不對 我們原來答案是1000萬喔 那40年後之後 你再來打算賣 你覺得會多少錢 大概2000萬吧 為什麼 因為他說錢貶值 齁 其他條件不變啦 我已經講過不變 然後我身子怎麼辦 有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一樣 還是不一樣 好 你認為會少的請舉手 會少的 因為我領了40年了 我領了40年了 好 所以我40年才去買它 那我不太願意用1000萬買喔 你認為變少的請舉手 變多的請舉手 其他條件不變喔 好 那 一樣的請舉手 好 答案是一樣 那你說為什麼連40年之後 為什麼還是一樣呢 因為未來是無限期 我們買任何東西是看未來 不是看過去 聽懂是什麼 喔對我再算 我40年後的無限期還是無限嘛 對不對 所以我什麼時候買 事實上我 我的事實在準是還是0壓錢 我不能講其他條件 我不能講的是其他條件 一定要怎麼樣 一樣 那沒有通貨膨脹 沒有稅 沒有其他的考慮 那當然是一樣的 這樣都聽懂的是嗎 好 那下面這個例子 都知道了吧 對不對 昨天講過了 後來我們都沒猜對 第一個答案是多少 14600多萬 第二個答案呢 再300多萬 第三個答案呢 200多萬 對不對 所以你的報酬率夠低 5% 你很難去支付 可是你期間不夠長 你的那個支付能力也不夠強 所以負利基本上它是一個什麼 長期 而且累積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有一個什麼啟示呢 大概是這樣子 投資報酬 是負利幾何急速成長 錢滾錢 越多錢就越多本金 越多錢就 越多本金 本金要產生更多利息 對不對 對不對 那薪資呢 算數急速成長 對不對 我看也不是算數急速成長 像我很多 很多朋友 親戚啊 他們都做勞工的 10年前的薪水 跟現在的薪水差不多 有沒有 比如說10年前 20年前都差不多 所以那個薪水的成長 真的不高 但是呢 投資的 投資當然要獲利 如果沒有獲利 越投越是越虧 那也是負利往下掉 對不對 那前提 但是你投資會賠 我覺得平均而言是不容易 所以你是買到地雷股 這次買到 下次買到 這下次又買到 我只能跟你講一句話 什麼 有夠衰 你懂什麼 所以這個 投資概念 基本上 我們還是用這個 負利成長的方式 所以什麼時候會 怎麼會 什麼時候會超過你的薪資呢 時間要夠長 要夠長才可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為什麼要講利率 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要有預設報酬率的概念 好 譬如我們像這個例子 好 摩甲他的小孩子八歲 我現在打算 給他二十歲的時候 存個大學學費 或是出國的話 存個大學學費 我每年就大概就是把 我的這個薪資所得的十萬 把它存起來 那希望十年後存到一百五十萬 那你希望十年後存到一百五十萬 那你要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你必須要設定好這個 這個目標 然後去預算的報酬率 對不對 那你這個報酬率概念呢 都是什麼 都是負利的概念 負利的概念 那第二個例子 如果我是退休的人 好 我二十年後要退休 我希望我退休後 每年要三十萬的生活費 好 那一直領 然後為期 為期百分之 利率百分之五 他必須要退休時 累積到多少 多少他有退休金 那這裡面有很重要的是說 我每年要三十萬的生活費 這個生活費 要靠退休金的什麼來支應 利息 你不能吃老本 知道齁 因為你吃了老本 本金又越少 利息就越少 你就越吃越多 對不對 那你一般 如果是利班之五的話 那要三十萬的話 是大概 大概多少 六百萬 六百萬 你就存到六百萬 那我每年要存多少錢 才能拿到六百萬 當然你可以把你的 這個退休金 加進來不夠的 還有保險金 加進來不夠的 剩下都怎麼樣 靠你去負擔 對不對 靠你去 去支應這樣一個 一個養老 我說人生單 三大支出 最重要的是什麼 養老對不對 你會拋棄養老嗎 大概不會吧 大概 大部分人會拋棄什麼 養兒 不然就是什麼 買房 對不對 養兒跟買房 不然就是頂客 當頂客主 對不對 不然就是什麼 就不要當這 無鍋牛主 很少人會放棄養老 因為這個 我們對未來都是不確定感 所以這個報酬率要把它設定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講一些很 很這個 細節的一個 一個知識 這些細節的知識呢 可能跟你們的未來的那個 投資理財很有關係 我想 這個 總是要有點學理嘛 那 首先我們來看 中值 如果你有P元來投資 報酬率是R N年之後 N期或N年之後 你有多少錢 在我們這邊的例子 就是5 5年 如果有一塊錢 那5年之後有多少錢呢 那就是 互利幾次方 5次方 簡不簡單 簡單 那我們可以寫成公式的話 就是FVN的話 那這個是我N年後的未來的 Future Value 未來值 然後P就是我存的錢 那透過U加R的N次方 負利之後 那當然這個可以有時候 在課本上 或是在那個 Excel 它會有個名詞叫FIF 叫做這個代名 就是一個名詞 Future Value 然後這個 Interest Factor 利率 這個利率中值因子 那你告訴我多少R 多少N 多少年 多少利率 就可以算出來了 當然我想 不用看這個 就直接看這公式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 負利不是一年負利次 有時候一年負利N次 對不對 那一年負利N次的話 就每 譬如說每半年負利次的話 那就半年要 又半年半年算 那5年要幾個半年 10個 那利率要怎麼樣 折半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利率 利率這個部分 利率這個部分 要折半 如果M是2的話 我們就折半 可是奇數要怎麼樣 加倍 好 我們來問一個問題好了 如果說 我這個5年 一年負利次 得出的金額比較高 還是半年負利次 得出的金額比較高 半年嘛 對不對 就不用講 就用妒忌講都知道 對不對 好 再往下 限值呢 限值剛好是顛倒 限值就是把未來錢 如果你要得到這個未來錢 那現在值多少錢 那很簡單 就把它除怎麼樣 回來對不對 明年的錢就除一次 後年前就除兩次 三年前就除幾次 三次 五年前就除五次 對不對 那寫人公式 這個PV呢 就是現在的價值 F呢就是到期值 F 然後我到底值多少錢 把折現回來 這個動作叫做折現 折會不會寫 好 線會不會寫 會不會寫 好不是線段的線 是現金的線 折現 折合現金 為多少錢 那當然如果說 付利恩次的話 那就是 就是利率折半 對不對 那奇數怎麼樣 加倍 這樣聽懂是什麼 半年就是這樣子 好 那一季的話 那就是利率四分之一 然後奇數就是四季 一年四季 好 這個太簡單了 好 我們現在先看年金 到目前為止有太快嗎 不會啦 因為很 common sense 所以我們大概很簡單的 跳過 講過去 然後我們現在講年金 我們大部分都是年金 什麼年金呢 定期支付收取的金額相同 然後 每次支付跟收取相隔的時間固定 那接下來是 每次支付換收款的時候 計算福利一次 所有的保險年金 貸款年金 或是基金的扣款 都是年金的概念 對不對 像我房貸是不是 每個月都扣固定的錢 每個月每個月 是不是金額固定 時間固定 對不對 或者基金的扣角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或是我買保險 我買保險 最後得到 如果買年金保險 也是每年一個固定的錢 對不對 所以年金我們大部分 常常看得到 事實上你們也有年金的概念 為什麼 像你們的薪資所得 裡面不是常常固定 會扣一筆錢 對不對 不管是什麼健保費 還是退休金 不是會扣嗎 對不對 那個都是年金的概念 那年金反而是在我們 食物上非常用 那年金有分兩種 一個是期出 顧名思義就是它的現金流量 在每一年的什麼 年初 那一個叫做普通 普通的話都在年末 好 你看我們上面這個就是普通年金 下面這個就是期出年金 對不對 好 我們所有的公式 所有的課本 它給你的公式的部分 就是所有的課本 它給你的公式 基本上都是普通年金 好 換算就 一算就出來了 所以很簡單 好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的部分呢 都在講 什麼 普通年金 再講哪一段 上面這一段 看清楚意思嗎 我們還是一樣 有一筆現金流量的錢 你要算到未來 就算中值 要算現在 就是什麼 限值 好 這叫做年金中值 年金限值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概念呢 很簡單啊 就一筆筆算 怎麼一筆筆算 比如說 我今天 每一個年年底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普通 你要註明 從今以後 都在講什麼 普通 懂不懂 所有公式在講 年金的話 額外會特別 標明 現在是普通 好 每年固定存一塊 每年年底吧 年底固定存一塊 年率10% 每年計算負了一次 五年後 你會有多少錢 這個題目是 我剛前面講的 每年存兩萬塊 四十年後有多少錢 是不是一樣的題目 就是一樣的題目 當初同學會算的 就是透過這個公式 對不對 所以你會算的 現在你都很輕鬆 愉快 那後來我們就會慢慢的 慢慢的講 如果還不會算的沒關係 現在趕快認真學 聽起來都不會太難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我第一年年底存的錢 到五年之後 是不是隔了幾個間隔 四個 四個 是不是負利幾次 四次 這個呢 三次 兩次 一次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年底 剛好沒有負利對不對 那你最後多少錢 是不是五筆錢 全部把它加起來 就是這個 每年一塊的 什麼 中值 6.105 看清楚意思嗎 它 基本上 如果把它寫成一般化的公式的話 那個 1 就改成P 這個1 就是這個P 它沒有負利 那這個1 就是這個P 這負利一次 有沒有看到 兩次 一直到 五年 最多負利幾次 四次 N年這邊負利幾次 分解一次 分解一次 把P 這個是A 這個應該改成 符號有點 我連續三年都沒有改 你這邊改A 或這邊改P 都可以 這兩個符號是一樣的 A是annuality 我們一般比較喜歡寫A A 好 那 接下來的部分 這一個 是在我們國中數學裡面 有個叫做等比級數 等比級數 你可以把它 換算成一個很簡單公式 就是這個 這個 R分之 1加R的N四方 減1 那你只要告訴我利率 5 10% N年 那我帶進去之後 我就可以把這個 結果怎麼樣 算出來 那還有一種是 查表 我想不用查表 你就有計算機 剛才按一按就出來了 比較快 好 這樣聽懂嗎 很簡單 很簡單 你說老師 我數學很差 沒關係 交給電腦算 懂不懂 我們所有的作業都是電腦在算 你可以把很多時間去放在判斷思考 不用放在計算 懂不懂 考試會考一點簡單計算 比較簡單一點的 不用講太複雜 好 你看我這邊已經改成A了 好 那 基本上就是我每年都存A 每年年底都存個A元的話 我全部有多少錢 好 越早存的 負利越多 越晚存的沒負利 對不對 把它加起來 那當然我們要算中間這個方框這一塊 好 那我們怎麼算呢 很簡單 就把這一塊令它叫做S 聽懂什麼 就令它嘛 令它叫S 然後呢 那E加S是多少 如果這S乘成E加R的話 是不是每一個都乘上E加R 看到沒 E乘E加R就這個 這個就這樣移入過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再 畫一條線 做什麼 相撿 很好 好 相撿 那左邊撿左邊的 就是RS 那右邊撿右邊的是不是都消 很多都消掉了 指正頭跟什麼 尾 啊頭是這個 尾是這個 是不是相撿在這裡 S呢 這個把R移過來 S就出來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聽懂什麼 你現在做的事情就是背作法 你不要去背它 知道嗎 不要去背它 大概是這樣子就好 你都背不起來 也沒關係 反正 反正 這個 那個 考試的時候 可以 可以帶一個A-Force 你就把它抄下來嘛 抄下來 好 因為我們是談教學人背 人有很多的思考能力 最差的一層叫記憶 知道嗎 鸚鵡會記憶 我們為什麼要做鸚鵡 第二層叫理解 懂不懂 你理解了嗎 如果你理解就可以幫助你記憶了 懂不懂 你不理解你就不能記憶 因為背不起來 好第三個叫應用 把應用在生活上 懂不懂 第四個就進入到學術界的分析 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果 分析它的道理 第五個呢 綜合 綜合就是學過經濟學 會計學什麼什麼 全部混在一起 變成個人的學問 第六個叫創新 創新 就是創造 就是你可以發展一個 像我們很多理論 很多人發展新的理論 新的曲風 新的藝術 新的什麼 就叫創造 好 那你把你的 把你的這個新智能力呢 百分之 八九十以上 要放在高層 這樣懂嗎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 把百分之八九十 放在什麼 記憶 這個反而是 不是那麼好的 好 那這個公司是這樣子 好 那 剛剛那個題目啊 如果我 我要存學費 每年年底 存十萬 你看這個年底 是什麼意思 這個普通 對不對 而且每年存十萬 這十個十 十個十萬 有一百萬 對不對 十年後有多少錢 利率百分之八 欸 我們這有沒有答案 有 有答案 有答案 我花的好辛苦 有沒有 這是動畫 對不對 而且都年底 然後呢 我的問題是 怎麼樣 這些錢 最後值多少錢 是值多少錢 是拉到這裡來 聽懂什麼 那我們就套這個公式 好 套這個公式 這個叫 R 利率嘛 1加 什麼 R的幾次方 N次方 N嘛 -1 對不對 套進去就好 一個蘿蔔一個坑 套進去 算出來是 一百四四萬八千 一百四四萬八千 就表示十年來 你的利息 你的這樣一百萬的投資 而且不是一次投喔 有四十四萬八千的獲利 這樣懂不懂意思 高不高 很高了啦 百分之八耶 拜託 對不對 很高了 這叫做 這就是負利的計算 你大概就說 好我未來一百五十萬 像我剛才題目說 我未來一百五十萬 我十年後一百五十萬 我大概要八點多的利率嘛 才能 賺到嘛 那很顯然現在保險定權都做不到 你就要想辦法 怎麼樣 去玩些 不是玩啦 去做一些股票 或是基金嘛 知道意思嗎 一年不多 我只求百分之八 了解是齁 那如果得到 如果有百分之八的話 我是跟你講 事實上這個負利效果 是不得了的 而且我這還幾年而已 十年而已耶 如果你呢 你想想看三十年會有多少 聽懂什麼 那是不得了的數字 好